男嘉宾黄先生42岁来自河南工人 女嘉宾苏女士37岁来自江苏文园 来 有请有请 两位有请 带着一肚子气来的 不想来 是他不要来 我觉得这个问题再不解决 这个日子估摸着也就到头了吧 原来刚开始的时候 一直宠着你 让着你 反正现在有了孩子了 你孩子教育问题 你还这样做 那你怎么办 那你的教育方式 你觉得是对的 你整个人现在就是一个一言堂 你定什么规则 就必须要按照你的这样的一个 制定的制度去执行 你知道不知道 他是一个男孩子 说句不好听的话 将来女孩子是要靠他的 他自己都站不起来 他怎么当男孩子 首先 孩子他才上三年级 十岁 本来现在的学业压力又很大 还要再让他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课程安排得满满的 请问他还有时间吗 那别的孩子都在干什么 你看一看他 你看他们班里面 别的孩子都在干什么 晚上写作业写得困得不行了 他跟我说 妈妈我瞇一会儿 瞇一会儿起来 我爸爸爸不知的作业 今天写完行不行 我就让他瞇了一会儿 你看你至于吵成这样吗 还要动手打他 等一会儿 咱们一个一个说 首先第一个 你说的压力重 你看他们班别的孩子在干什么 一个人你将来有什么样的发展 那就是说你在工作之外 你在干什么事情 对不对 对他来说就是学习之外 他在干什么事情 孩子的成绩在班上是前年十名 甚至是前年前五名 他还是学校的大队长 他还是班上的班长 他现在还参加南球队的队长 他还参加了这个学校的进去 那是怎么来的 那他哪一样东西丢人了 他哪一样东西跟不上了 我就问你了 他以前没有这样的苦 没有这样的苦 没有这样的累 他怎么来的 但是你要给他放松时间呀 你不能一味地强压他 他会受不了的呀 是你上班天天24小时 你也受不了 别说一个孩子 他才十岁呀 三年级呀 你想怎么样 好 第二个 你说他在睡觉 你从小就要养成规矩 他现在 他说了 他把作业写完再睡觉 那他没有写完 他就去睡觉 他凭什么睡一样 他答应了今天写完的 他不是说我睡完觉 我就不写了 我就知道一点 他说过的话必须要做到 他做到了 他当天晚上写到一点半 他写完了 他只是中毒咪了半个小时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因为立规矩 你第一次做不到 你第二次就是做不到 你这件事情做不到 你下一件事情还是做不到 他说了 他今天作业写完 他已经写过了 你这个就是 今天作业写完 他按照时间规定写完了吗 那就是你的不讲道理的地方 这就是我觉得 我容忍不了的地方 还有 除了教育这块 你还有让小孩独立性 我就想问问看 所谓的独立性 就是你让一个 三年级的小朋友 背着钥匙 自己去上学 自己去放学吗 过马路怎么办 在路上被老拐子拐走了 怎么办 你能保证他的行动安全吗 这个就是你让他去 长途肯动员玩锁道 让他一个人在那玩 然后面对着悬崖超避 让他一个人走钢丝 不管不顾 还在大廷广东之下 跟我们吵 你既然说到玩锁道 这个安全 那我先告诉你 这个锁道允许他这么大的孩子去玩 那就说明他是安全的 然后第二个 孩子他是男孩子 他永远都要去独立的 将来他总有去脱离你翅膀下去 走的 你这个不让他玩 那个不让他玩 他怎么去锻炼胆量 他将来怎么办 他是不是要到大学了以后 他要叫你妈妈你帮我剥鸡蛋 那你怎么不说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场景呢 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 三根铁丝 中间一根铁丝 然后周边都是悬崖 然后那天人还特别多 然后所有的人都在上面晃来晃去的 你能保证他不会摔下来吗 就算有安全神栓着了 他掉下来了 他碰着了胳膊 碰着了腿怎么办 碰着了碰着胳膊 腿他还能治 这碰着了脸怎么办 碰着了眼睛怎么办 难道这些都不是危险吗 还有你说 还有你说让他一个人上学的事情 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 你怎么能就这么放大的心 就让小孩一个人走到马路上面 过马路去上学 就算车子碰不到他 老拐子呢 那是我的命啊 那是我怀天十个月身家来的 这是在教育问题上 等于从写作业 到课余时间的一些项目 你们夫妻俩都有争执 是这意思吧 是 你说那天那次全家人就在那 就在那个大庭广场下跟我吵 吵到我当时我什么都不想做 全家人是指谁啊 他爸爸妈妈 我爸我妈 你们现在还跟 因为是我们是和他爸他妈一起住的 因为我们不都上班 双职工上班 孩子接送就有点困难 然后包括孩子的晚饭 所以我就把我爸我妈 从他们住的地方搬来这儿 就顺耐照顾 听刚才的这个争吵 你是对儿子要动手打的是吧 怎么说呢 我家里边是军人家庭 我们家 不是说我们家 就是我们那个大院 基本上都是打出来的 打得很吗 被小孩屁股抽怎么这么高 这么宽 怎么这么高 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要抽啊 他写作业没写完 然后他爸问他 他说你作业都写完了吗 要是我写完了 他爸拿出来对 发现他说谎了 当时我是主张教育 跟他解释的 他爸二话没说 那皮带就上去 是不是现在家里面 只要碰到孩子 这儿你们俩就吵 基本上这样 因为我比他大 没孩子之前嘛 反正什么都让着他 但是你现在 有了孩子了以后 你要为孩子想 你不能说你自己 什么你都不管 咱先不要着急啊 那个 没有孩子之前对你好吗 好 真好加好 真好 有了孩子之后呢 有了孩子以后 前三年还行 后面就是只要扯到孩子的教育问题 他就开始 不扯孩子呢 不扯孩子都还行 反正不扯孩子是没原则性宠 只要扯到孩子 就没原则 你们俩只要不谈儿子 对 和平相处 对 一扯儿子 就吵 因为还有就是因为我爸我妈跟我们一起住 然后他隔代亲 吵到最后就是我可能就是特别为难 我爸我妈他们就咱们讲的媳妇难做嘛 这个维护着这个 明白 我就是反过来的那样 行明白 那你想过没有 你爸你妈他现在除了玩手机看电视 还能说什么 可能他把你儿子接好了 他把你儿子吃了好了 他给孩子做个饭 他还能做什么 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学习环境有多重要 我就觉得你挺搞错的 你以后20年以后是怎么样的 人家老年人把我养这么大 然后又帮你带儿子 他看看手机放松一下有什么问题 他不带你带又怎么样了 他现在还带你带呢 你老是我父母 我父母 我父母招你惹你了 他辛辛苦苦过来给你带小孩 烧饭弄菜 似乎我们一家的三口人还要怎么样 连衣服都不让你洗 你凭什么说我爸我妈 哎呀呀 好了好了 再问再问再问 你爸你妈不带儿子的话 你们俩能带吗 有点悬 就是可能孩子吃饭 没有办法 身身吃饭吧 就只能让他送到托管 行 能托管吗 能 托管吧 让爸爸妈妈想轻服吧 不遭这个罪了 我跟你带儿子 你还在这儿训我 你要什么环境啊 兄弟 怎么了 老年人玩个手机就不错了 我们家老年人不会玩的 对吧 不是我不是不让他玩的 我说这个意思 但是你要知道 一个人的环境 真的很影响 我说这个意思是这样 就如果你觉得那很重要 那你们就辛苦一下 不要让老人带了 你不能老人一边 给你带着孩子 你还指责 老人肯定会心里不舒服 我说的这个意思啊 这个当时谈恋爱的时候 谁追的谁啊 他追我了 他骑自行车撞了我 然后 他说这儿 Uni Alex 他也有一点� contrôle 是 voir她走 按说 さ不 mul只是 闭嘴 isations 那非 さ不ちゃん 嗅 甚至 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没有跟儿子协商 他凭什么安排儿子的未来 他的爸爸妈妈也没安排他的未来 你按着你爸爸妈妈的未来思路走 你凭什么安排你儿子的未来呢 你爸你妈让你到军工厂你去了吗 你都不听你爸你妈的 你现在按儿子听你的 非得按着你的思路来 不不不 你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好吗 对吧 我跟他问什么来着 忘了 对啊 我问的问题是 他不是说挺好你按他这来不就得了吗 为什么不按他这个来呢 那我觉得我当时生活环境很好 我觉得我们家人培养我的方式也很好 我并没有觉得我歪到哪了 或者走偏了呀 我虽然说现在这个工作比较悠闲 但是拿的工资也不差 遭九晚五准时下班不加班 双凶 我觉得我不差 我养的个家没问题 我就比你差几千块钱 两千块钱都不到 有什么问题呢 不不 我还比你轻松 不不不 你回答我的问题啊 就你希望你儿子过得相对轻松一些 是吧 我其实 让他自己去选择 是这意思吗 对 把你们的儿子交给他养 不是交给他教育 你不放心 是吧 对 把你们的儿子交给他教育 你也不放心 是吧 你们还想过吗 还想过吗 还想过吗 当然想过 就是还是想 你想过吗 他如果还这样我就不过了 女同志有时候他很厉害呢 他能找到解决方法 反正不过了对吧 来咱们说一下儿子归属权问题 我的 你说 那是我身的 我的命 我早就说了 没有李可以 没有儿子不行 行行行 离婚儿子归你 对 行不 行不 你放得下吗 我有什么放不下 儿子跟着我有什么 少不了吃少不了穿 我最好能把他养得好 不是他问你是 对这段感情你放得下吗 不是儿子放得下吗 问你放得下吗 其实还是想 咱们不是为了孩子好吗 对吧 你们俩一离婚 多多少少对孩子不好 你们俩天天吵 一定是对孩子不好 还不如离了婚的 因为天天吵嘛 对不对 你说一个小朋友 在一个游乐场里面 人家开心地玩 这边是妈妈爸爸 姥姥姥爷在那吵架 到底让不让他玩 这小朋友一定成长不健康 这个你同意吧 所以怎么让他们健康地成长 你们听听老师的 千万不要都是自己 那个肚子里那些东西 咱们今天有教育专家 有专家在 来 咱们一起进入 新洋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来 陈老师 先更正一点 这打肯定是打不出 成功的孩子 如果这能打出来的话 学校也不需要开学校了 回家一人父母 发根小棒子就行了 对吧 首先我想问问父亲 你觉得你是什么类型的家长 教育方式分四大类 严厉型 交纵型 忽略型 和善而坚定型 你算和善而坚定 你算和善而坚定 不算 我觉得你算坚定吧 你不够和善好像 你觉得你算哪一类 我应该算是和善而坚定型 你们俩都挺抬高自己的 我觉得你算交纵型 你虽然不是那么纵容孩子 但是你确实有点浇灌他 你知道你们两个 都这么关心孩子 其实在一个家团里 是特别棒的事 因为很多家庭 不是父亲缺失 忽略 就是母亲缺失 忽略 因为照顾不到孩子 而你们俩都那么 关注孩子的教育 本身是个特棒的事 唯一的遗憾 就是你们俩没有共识 所以希望你们 真的向你们俩选择的 和善而坚定型靠拢 你把自己态度变得好一些 在对孩子提要求的时候 和善一些 你反过来 要坚定一些 和善是尊重孩子 坚定才是尊重自己 虽然这很难 但是最起码 你们要明白一件事 一个家庭的成长 是全家人的学习成长 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 其实在心理学上 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 发生冲突的时候 一定是优先亲密关系 因为如果父母不和谐 是不会交出一个成功的孩子 最后送你们一句话 是海灵哥大师讲的 当妈妈的眼光 从孩子身上移开 放到父亲身上时 孩子的问题就解决了 希望你们共勉 一起找到一个 帮助孩子成长的路 尤其是帮助你们两个 父母成长 谢谢陈老师 来 陈老师 就是刚才在你们两个人的对话 吵架的这一段时间之内 我耳朵一直嗡嗡嗡在响 就全部都是您的那个高频段的声音 就他那边刚一起话口 您这边就来了 刚一起话口您就来了 您永远都不听先生在说什么 就导致成 反正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觉得是错的 就算你说的是对的 也是错的 所以有的时候 夫妻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不是说 最重要的是听 其次一点说到孩子 你们一直在争论 一直在争论 我从来没有在你们的口中 听到过孩子 也许 sub indo by broth3rmax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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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在这个作品上涂抹一点什么 但是要知道有些作品一旦发表 它也有独立的生命 我认为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是 把孩子当成真正的朋友 事实上有很多地方孩子比父母要强 孩子的天性是直觉 而父母经历了社会 他更擅长于技巧 但直觉是技巧的老师 所以有的时候 孩子其实是父母的老师 这是你不善于观察 你认为严厉 不管是严厉到多大的程度 都一定是对了孩子好 但问题是 现在是个多元化的教育方式 有些孩子是棍棒之下出孝子 是有的 但有些还偏偏就不是 甚至会留下很大的阴影 你们俩在互相交流的情况下 跟孩子有一个很好的互动方式 从这样三方交流的方式 然后再去琢磨出一个 适合孩子的对话 教育生活的方式 三个人在一起商量一下 家长里短的多温暖 为什么非要吵个谁对谁错呢 你别老板着脸行不行 好像搞得比我还酷一样 你平时跟孩子也应该多孝心 反正我在家里是多孝心 好不好 好好吧 挺幸福的 陈浩那句话说的没错 就建在家里好多 要么就一个打麻将 一个KTV 都不管孩子 像你们这样 特别管孩子的 其实是件好事 只是不要弄巧成拙 就对 好 谢谢陀老师 哎哟 搅什么劲呢 还在那儿较劲 踏踏实实的 夫妻关系弄好 每天开开心心的 你们俩好了 就是真好了 好吗 别再绷着劲了 一会儿你乐呵乐呵 你不乐呵弄得 我们都特害怕你知道吧 那小肚子一挺 耿耿的 儿子又是大队长 你看 比他当大队长还骄傲呢 好了 来 接下来一起庆祝 那几天喝股发红糖 真情六十秒 你就想想 别人家的环境 跟我们怎么样 别人家的教育 跟我们怎么样 你多听听外面 多看看外面 你不要天天在家里 就是玩手机 就是看电视 那你怎么知道 外面是现在什么样子 我觉得吧 如果说 你能够听一下 几位老师的意见 我其实也很愿意 跟几位老师讲法一样 我们两个人互补一下 就像你讲的 这段感情 谁也放不下 我也放不下 儿子十岁了 又乖又听话 但如果你还是这样子 就堵着你这口气 或者就指着你这个标准 去做这些事的话 我觉得其实这个 后面的日子挺难的 请回吧 两位 谢谢你们 请回 请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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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人在家里也苦 也苦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大维码 下载万事他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他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狗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距离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他们最后会做怎样的选择呢 来 请开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